讓一笔財盡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9月3號 台幣股市上漲了60點 又再度站上了 各位在8000點的一個部分 甚至已經快到8100了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一波的台北股市 它是漲勢 然後在這一天 這一天是那一天大跌 8月24號 為什麼在8月24號的台北股市 是漲勢 然後在8月24號之前的台北股市 是跌勢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其實你會弄不清楚 那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從大盤部分來看 你會發現很清楚的一點 時間分隔點剛好就在8月24號這一天 就在8月24號這一天 這一天是104年8月24號的大盤 這是日線 在8月24號之前的台北股市 它是跌勢 原因是因為它的不日指標都是呈現向下 但是從8月24號之後的台北股市 卻出現了博二指標向上 所以它持續往上漲 很多人在操作過程當中 他不曉得怎麼去判斷 其實這一波台北股市已經漲到了這邊 8000點之上了 很多人沒有跟上腳步 很多人沒有去做動作 很多人沒有買股票 甚至很多人還去做放空 但是行情卻這樣逐漸的漲上來 我說股票市場上 你必須要有能力去分辨 什麼時候應該要縮手 什麼時候應該要全力以赴 現在行情已經來到8000點之上了 有很多人產生一個疑問 這個地方到底是要做多呢 還是要放空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期貨的操作的投資朋友 你是做指數的 多也可以做 空也可以做 就是如果你是做指數的 多空都可以 看指標怎麼動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 你是做個股的一個買進投資 我建議是做多 為什麼 各位 台北股市只要它是 博日指標向上 我們來看這地方好了 台北股市只要是 博日指標向上 它跟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博日指標是向上 這邊就不會有波段跌勢 如果這一波要確定跌 一定要出現博日指標向下 它才有可能出現跌勢 所以各位的朋友 當21號 也就是8月24號當天 博日指標是向上對不對 但是在8月21號之前的博日指標 都還是向下 所以博日指標當時 都是呈現向下的狀況下 你會發現台北股市都要下跌 但是自從8月24號 它出現了博日指標向上之後 各位 只要它是向上 對於台北股市 它就不會有大跌重挫 就算影響也是因為受到的分線 比如說30分線 15分線的影響拉回 但是整體的趨勢 它都還是維持一個多方 所以現階段 如果你是操作股票的 我的建議是做多啦 你會發現這種行情 事實上漲的股票還是比較多 你看來到今天各位 上漲的股票有702加 這是上市的 上跪的上漲股票有556加 遠遠高於下跌的加速 也就是說現階段 你如果有一個明確的依據 事實上你買股票 很容易賺錢 也就是說 目前你有一個依據的狀況下 你根本不用擔心說 這個行情什麼時候結束 很多人現在很怕就是說 我會不會又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假設我買進去了 我看好一檔股票了 它的最低點都已經超過了 我去買進去的時候 它會不會變成最後一隻老鼠 現在很多人都是產生這個問題 那我跟各位的朋友講 投資的過程當中 它本來就是有可能會產生風險 但它如果可能產生風險的過程當中 你要有一個依據 當有一個依據的過程當中 你才可以把風險完完整整的控制組 你才有辦法資格彈獲利 這是我要跟各位講的 所以你會發現最近有很多股票 我們講最近微博帶會員做的股票好了 各位台北股市來到8000點 那微博最近有沒有帶會員買的 我們不要講多 我們講昨天好了 今天是9月3號 昨天是9月2號 那如果昨天買股票 今天會不會賺呢 我們假設來 比如說好了 這一檔是我們昨天帶我們的會員買的 來各位 2231來多打一個4 叫2231維生 來各位2231就是維生 2231叫做維生 維生今天漲了11塊 最高漲到369 不是重點 維生博樂指標向上 請會員345元左右 可試駕買進布局 停損設 博樂指標轉下即可 好 為什麼要買維生 先看一下維生的博樂指標 所有股票都可以這樣看 來 這是2231的維生 今天收360 這是維生的博樂指標 我們拉近一點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確認 2231維生沒錯 到今天9月3號對不對 各位這是日線 日線看下來 各位這個地方 有沒有出現一個博樂指標向上 這可以 當博樂指標出現向上的時候 黃色的動能線會穿過趨勢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有向上 這是昨天9月2號的維生 好 9月2號維生 請問他博樂指標 動能線47 趨勢線45 請問一下 博樂指標動能線 有沒有穿過這條趨勢線 有 當他動能線穿過趨勢線的時候 代表什麼 代表這邊的拉回修正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之後 他會走下一波 就比如說前一次好了 前一次他的博樂指標 在這邊向上 好 這地方有出現一個向上的箭頭 對不對 這地方是315左右 然後就漲上去了 所以當這個地方 昨天的博樂指標出現向上 所以微博昨天請會員 去做買進的動作 345塊去做買進 然後買進去之後 今天的博樂指標持續向上 他股價當然就漲上來了 那我請問各位 台北股市已經來到8000點了 那維生接收360 我們買345 可不可以賺錢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不只一檔 來你再來看喔 我們不要講很早 比如說 8月底買的股票 我們就講昨天的好了 這是昨天微博 一樣帶會員買的 好 各位 昨天微博也帶會員買一檔股票 叫做3533的加折 好 加折為什麼要買進 因為他的博樂指標也是向上 所以我們請會員在97.2左右這地方 可以試駕做買進的動作 一樣 買進之後設了一個停損 停損就是博樂指標向下 當然買進的原因是博樂指標向上 當然停損原因就是博樂指標向下囉 好各位 那今天的加折 是沒有漲多少啦 是沒有漲多少 但是各位 加折今天收99.2 那我們昨天買進了到今天為止 這樣也兩塊錢的價差對不對 97.2買進 然後今天目前收99.2 那為什麼要買 一樣啊 所有的股票啊 都用博樂指標看哪來 各位 這是3533的加折 好 加折博樂指標 來請問各位 博樂指標是不是向上 所以當博樂指標向上的股票 有沒有機會往上漲 可能你會認為說 那是漲沒有多少啊 各位都是沒有 有時候股票它是這個樣子 它會整理 只要它的趨勢沒有改變 你必須要拿出你的耐心 等待它做發動 為什麼 因為有的股票它是這個樣子 它都是盤盤盤整盤整 突然哪一天就往上漲停板 我不要舉昨天的 我舉我們前一段時間 舉布局的一檔股票 給各位看好不好 來各位你看這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是我們帶會員布局的股票 今天我發給會員 發出一通恭喜的訊息 這是9月3號 今天 今天9點25分 微博就發出這通訊息 恭喜會員 會員手中3029的01 攻上漲停 續報即可 感謝感謝 好各位 3029的01 今天9點半之前 它就攻上了漲停板 然後一架鎖到底 好各位 微博什麼時候帶會員買的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8月27號 3029的01 博日指標向上 請會員15.6左右 可試駕買進布局 一樣 買進之後要設停損 當然買進的原因 是博日指標向上 停損的原因 就會是博日指標向下 好各位各位朋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01的博日指標 這是3029的01 是我們在8月底 8月27號 請會員買進的 然後今天工漲停 在買進之前 事實上它沒有什麼動 我們來確認一下 這是時間點 是今天的3029的01 好沒錯啦 9月3號 這是日線 日線代表趨勢對不對 好各位 你看這個地方 那微博哪一天帶會員買 這一天 8月27號 我們來對一下 call訊 我們給會員的call訊 這是8月27號當時的call訊 我們請會員在15.6這邊買01 好 當天的01 8月27號 收在15.45 對不對 買進去它沒有漲喔 買進去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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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經濟工漲停板 那為什麼要做買進的動作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之前的01博日指標是向下 所以之前既然博日指標是向下 我可不可能在這邊 帶會員去買01 不可能 因為它的指標是向下 跟我講說它還會跌嘛 對不對 但是跌到這一天 它出現了博日指標向上 我們拉近一點好了 當出現博日指標向上的時候 我把這個十字優標拿掉 它會出現一個向上的箭頭 所以在這邊出現一個向上箭頭 它就漲上來 好 當15塊出現了 漲到今天已經到17.3了 好各位的朋友 我們買進去的時候 它並沒有大漲 當我們買進一檔股票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 這是8月27號買進的時候 是15.6 8月28號也才15.75 各位有漲嗎 沒有 我們看整體好了 對不對 8月28號那天 27號買進 漲一毛半而已 8月31號 又跌回去了 又跌一毛 跌回去我們的成本附近 對不對 然後9月1號 還是在我們的成本附近 各位它有漲嗎 它沒有漲 它並沒有漲 來到昨天9月2號的時候 哇 它也只是小漲一毛而已 為什麼 股價的部分 它的走勢 感覺起來很弱 連續好幾天都沒有漲 買進去奇怪 怎麼都沒有漲 但是它沒有漲的時候 它趨勢有跟你講改變了嗎 沒有改變 因為它的不日子標都還是向上 當如果它是向上 你要有耐心 結果今天它就給你一個耐心的獎勵品 如果你沒有耐心 你就把它賣出去 那你根本賺不到 所以其實做股票的角度 跟做期貨的角度它不一樣 做期貨的角度 微博昨天教過各位了 你可以做當衝 你可以做波段 如果你想做當衝 或者是做波段 我們在我們的教學說明裡面 都說得很完整 不是指標 使用原則裡面的第八條 第九條 我們都講了 包括 短線當衝怎麼做 包括波段操作怎麼做 我們都完整的寫在這邊 這個操作方式 包括 判斷大盤 棋子 個股 判斷方式 全部一模一樣 只是股票的角度 我比較建議 用波段的角度做 因為股票你用波段做 你才會真正賺到大錢 所以如果是做指數 當然你可以做當衝 做股票 我比較傾向用波段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沒有耐心 一擋股票 你會發現買了它都不漲 結果突然漲上來了 你卻變成要去追漲停板 但是微博不用追漲停板 因為我們在第一次 博日子標 向上的那一天 我們就已經知道了 當01的博日子標 出現了向上 它就是宣告說 它有機會往上漲 那既然有機會往上漲 那就去做佈局動作 設好停損點就是這樣子 當你做了後面的獎勵品 它就是你的 微博在此 再跟各位做一下報告 我並不是在盤中 或者是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要跟各位講說 你看我們的股票 要今天漲停板的如何又如何 各位 我始終 不管是針對大盤的一個 我們一個節目上面的解說 那這個部分 微博都是拿證據給各位看 這一波行情也是一樣 這一波行情從 8月24號那一天 博日子標向上 也就是大家最恐慌的那一天 一直到今天為止 都是博日子標向上 那這個趨勢當然沒有改變 當這個趨勢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做股票做多 我說過了 其實很多人他會害怕 當我現在買一檔股票說 我很怕這個行情結束 但是指標的目的是在哪裡 指標的目的 尤其是博樂指標的目的 它是在幫你控制風險 當你要買進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因為你看著它的指標 有沒有結束 有沒有結束 如果結束了 博樂指標會告訴你 它出現向下 你至少第一時間可以賣 其實投資的過程當中 並不是每一次都是強調 一定要去賺錢 當然每個人都想賺錢 但是各位你不曉得 我不曉得各位懂不懂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投資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有風險 每一次一定都會冒著風險 你有追求風險 你才可以有獲利 這是正常的 不要被其他老師誤導了 其他老師每天都在掌停板 我講的是正確的投資觀念 投資就是會有風險 我們的工作以及你要做投資 你就是要把你的風險降低 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零風險 然後你要追求百分之百的獲利 沒有那回事 如果你可以把風險降低下來 如果錯了 你的風險把它控制在最小 讓你自己的損失控制在最小的範圍 然後賺的時候把範圍擴大 也就是我們講的大賺小賠 其實這樣就夠了 指標的目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把整個觀念弄清楚 你的方法弄清楚 那整體的操作 對各位來講 才可以如虎添翼啊 如果你的觀念是錯誤的 比如說我用博勒指標 那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的事情啦 這一點微博想要給各位 導正一個正確的觀念 因為唯有正確的觀念 你一旦建立了 正確的方法你一旦使用了 那你在股票市場 長期下來才會賺錢啊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希望給各位一個新的啟發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不會再講其他的個股 對啊 我們三軍 五分珠 五分珠 趕快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准分析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长盛军 陈谱头部 直线的托付2752-5868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身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冥静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我希望各位不要错失了这个行情 也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人怀疑说 现在到底可不可以操作 比如说想买股票好了 我跟各位讲 只要日线博人指标是向上的 就可以买股票 这个观念你把它建立 为什么博人指标向上就可以买股票 因为博人指标向上代表目前的大盘 它不会有重挫大跌走空头的疑虑 除非哪一天 比如说博人指标它变成向下了 那当然我不敢讲 因为博人指标向下 它会有跌盘跌下跌的可能性 甚至股票会跌零板 但是如果博人指标是向上 目前因为大盘是向上 所以做股票买股票会相对比较容易 不要弄错时机 当未来假设博人指标转向下的时候 你才跳进来买股票 各位太慢了 懂意思吗 操作上要抓准时机 有时候人家说股票是时机材 这点我满认同的啦 但是我更认为 不管你何时要操作 你都要让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因为当你有一个依据的时候 你可能买了一档股票 比如说微博请会员买了01 对不对 827号买了15.6的01 好 各位买进去没有涨啊 买进去没有涨啊 买进去没有涨啊 对不对 当这个没有涨的时候 你的信心还在吗 一档股票没有涨 就表示它未来不会涨吗 如果突然涨上去 你要去追涨停吗 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不在他博人指标 刚向上的时候就去买了 这就是01的博热指标 3029的01之前 博热指标都是呈现向下 所以你哪一天去买 你都很容易受伤跟套牢 但是如果你等到博热指标 向上再买的话 你会发现它往上走 所以微博之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做股票其实 逻辑道理很简单的运用 只要运用这个就好了 选择博热指标向上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些股票好了 各位 TPK TPK前一波也是跌很惨啊 来各位 为什么TPK最近不跌 从66块钱已经涨到多少了 涨到85块 今天都说85 最高还到88块 为什么它最近不会跌 它会涨 一样嘛 所有股票都可以用博热指标嘛 用博热指标你就很清楚了嘛 这是TPK 这是PPK的博热指标 对不对 TPK没有错嘛 TPK它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这个地方出现了博热指标向上 当这地方出现博热指标向上 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博热指标向上 中间当然有时候会震荡啊 但是它跟你讲指标向上就是风险 就是低就对了 你买股票就会赚就对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除非它博热指标转回向下 当它转回向下的时候 你去买哇就糟糕了 所以目前它是向上 就有机会 那是不是就涨上来了 各位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之前就跌了稀里哗啦 来我给各位看另外一档 这叫2448的金电 金电的博热指标 目前是向上 好我们可以来拉近一点看好 这个地方 当这地方出现向下的时候 哇糟糕了 因为它是向下嘛 但是当它向上的时候 这地方博热指标不就又向上了吗 当它向上不就有机会 从22块现在已经来到28块了 这个都是属于博热指标向上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说 你目前选择博热指标向上股票 它很有机会 博热指标向上它所代表寒意是 它会盘 盘整 盘涨 波段上涨 甚至会涨停板 比如说好了 举个例子给各位看 这是3017的奇红 今天拉涨停 在3017奇红拉涨停之前 来各位 之前这边是跌的 为什么它这边会上涨 一样 看一下博热指标 这是3017的奇红 对不对 跟我们的01一样都今天涨停板 各位 当奇红来 各位这是3017的奇红 没有错到今天9月3号 这个地方出现了博热指标向上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不是今天 是前一天 我把它时间定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9月2号 没有错 昨天 昨天的博热指标 有没有出现向上 动能线18 趋势线16 所以18有没有超过16 有 它叫做向上 这个叫向下 向下它的走势会跌 但是如果一旦跟你讲向上的时候 各位 它就有机会往上涨 所以 当昨天向上了涨 今天 继续往上攻涨停 各位 因为博热指标向上股票 它有这样的机会 不止 太多了 其实要举例股票举例不完 各位你看 这是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为什么会涨停板 看博热指标 来 这是到今天为止的郁金光 对不对 好各位 为什么之前郁金光是跌势 因为56块这边出现向下 但是 41块这边出现向上 当出现向上的时候 告诉你说 它这个地方博热指标 已经向上了 如果你再去放空 你不做多 它就偏偏涨 从41块 涨到今天 也有51块钱 各位 是不是这样子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的 甚至有的股票很夸张 来各位你看一下 这种股票超低价的 这个是6116彩晶 今天涨停板 4块多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它博热指标 它之前最低跌到哪里 你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22.61 2块钱而已 从哪里跌了 3.75这边跌下来 为什么会跌 因为它博热指标当时向下 但是这边出现 博热指标向上的时候 从这边2块涨那边 涨一倍了 已经涨一倍了 原因就是因为它博热指标向上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来各位 这是3163的Proway 最近也是涨市 为什么最近 你买就会赚钱 之前买为什么是赔钱 因为之前的博热指标是向下 但是当这个地方 你来看一下 25块这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了博热指标向上 当它出现向上 告诉你说 它走势是涨势 从25块到现在也有30块 各位这个架杂短短 你不要看这样两层 20%的空间 所以你说博热指标向上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机会 所以这部分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在博热指标教学里面 说明得很清楚 另外微博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那这一次 之前我们的专案其实结束了 但是有很多客户在做询问 那因为9月7号 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9月7号是微博的一个生日 今天是9月3号 所以微博特别跟公司争取 有史以来也是年度的 特别的生日惊喜 那这部分的话是提供给 有意愿有需要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 那这个短短的时间 只有一个礼拜 请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陈老师生日专案 时尚最大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立刻不打恰询之线 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陈老师 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 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 简单又永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致富专线02 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带出 精准分析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长振军 陈通投顾 直递多付 2752-5868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排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一排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排可以学习 一排可以学习